街道上整排轿车被烧到只剩骨架 另一边还有车子 车身满是弹孔 玻璃碎裂 居民们打起精神 无奈修复家园 但想到当时状况 心情难以平复 前所未有的恐惧 就发生在以色列城镇 遭到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突击 造成多处死伤惨重 天空中不断传出巨响 多枚火箭朝着以色列南部城镇西来 街道上充斥着以色列军队 有居民说朋友早上跑步 就不慎被哈马斯杀害 街道上还挂着阿拉伯文车牌的吉普车 看到人就开枪 直升机也忙着来回运送伤患 所有人被吓得不敢出门 外头更是枪声大作 还有居民说 听到恐怖分子闯入其他房子大叫 这个现场弥漫紧张和不安氛围 还有观光客回忆 当时在耶路撒冷 看到火箭袭来 搬机也多有延误 观光客们紧急搭机离开 居民们更是无处可逃 只能祷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